我发现在意大利从罗马出发,比如说机场,所有的店铺都关门,然后人很少很少,但是到弗兰克福德国,情况完全不一样的,那个店铺都开门,然后很多人不带口罩,所以我自己感觉很奇怪的,因为意大利德国很近的,所以我觉得不太同意。 现在意大利觉得中国的反馈很好,所以我们都看中国是一个希望,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好情况好一点,越来越好,所以我也在这样告诉我的朋友,我的家人,我们必须要跟中国人一样的,我们都必须要待在家,不要处处,还是需要多注意待口罩,因为如果我们这样的话,我们可以带口罩, 肯定也会好的,所以必须要,对我们来说,中国人是一个例子,这样的。 肯定工作需要回办公室,但是我也是,因为我认为这里也是我的家,所以我想回来。 以前我觉得我也看了很多人带口罩,因为这里的文化不一样的,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病的,那就肯定会带的,在意大利我觉得所有的人没带过,所以对他们来说很奇怪的, 然后问题是在意大利,比如说政府开始的时候,还是比如说所有的医生,他们都说口罩不需要的,不用的,没有用的。 所以现在所有的人都想法,他们不知道做什么,因为政府先说不需要的,然后说必须要带的,所以我理解现在意大利人,他们自己的想法是需要不需要带的。 然后问题是现在所有的店铺,所有的医院,他们都买完了,所以很多人,比如说我路上来伤害的,也有很多人不带的,但是我觉得因为很多人真的没办法买的,因为所有的,怎么说,没有,没办法买的,买完了。 时间隔离结束了以后,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? 嗯,三步一下,三步一下,因为我觉得上海是很美丽的城市,所以我觉得肯定会三步一下。